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您打疫苗了吗 大家都希望被疫情改变的生活能够因为疫苗的广泛接种而恢复到存现 疫苗可以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但是它又常常被质疑 被抵制 那么为什么会对疫苗产生这么多的误解 真相究竟又如何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本关于疫苗的书 《希望与恐惧之间》 作者迈克尔金奇是美国的一位医学专家 同时也是一位医学史专家 这本书为大家在疫病大流行的时代 思考疫病 疫苗与人类三者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一个理性参考的范本 人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了接种疫苗的行为呢 这和一个古老的病毒有关 这个病毒就是天花 这本书一开始就描述了天花肆虐的古代世界 人类详细记录的第一场瘟疫 是在公元前的430年 发生在雅典的一次天花大流行 这场瘟疫夺去了统帅的生命 让原本可能成为战争胜利方的雅典一蹶不振 接着 在165年到180年的15年间 天花消灭了罗马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 又过了一千多年 也就是1507年 天花被西班牙海员携带进入美洲大陆 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内 这种疾病几乎摧毁了南北美两块大陆 90%以上的原住民 所有的本土文化消失殆尽 天花对人类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然而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人突然发现 得过天花的人 再与病人去接触 他就不会受到感染 人们由此意识到 我们的身体可能对天花病毒是有记忆的 于是 有人尝试 从患有轻微天花的患者身上 取下伤口的结痂 干燥之后 吹入健康人的鼻孔 虽然健康人此时仍然会感染上天花 但是这种人类染上的天花 很显然比自然感染的症状要明显减轻 死亡率也会大大的减少 这种朴素的预防也就成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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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幅漫画 接受牛豆疫苗接种的农民 身上出现了奶牛的特征 这样的无稽之谈 会因为事实而不攻自破 但是有些反疫苗人士的言论和经历 确实让疫苗接种蒙上了恐慌的色彩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 疫苗反对者的故事可谓层出不穷 工业巨头皮特凯恩 因为儿子在接种疫苗时 发生了血液感染 开始了愤怒的反对疫苗 另一位疫苗的反对者 洛拉 她的儿子在1895年 完成了天花疫苗的接种 但是很不幸 后来她染上了麻疹和白猴 并最终死于白猴 1982年 美国播放了一部 关于百白破疫苗 导致儿童死亡的纪录片 获得了超高的收视率 纪录片播出后不久 电视台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因为一些家长对自家年幼孩子的安全 忧心如焚 电视台向来电者提供了 其他来电者的电话号码 由此凝聚起了草根运动 并且迅速的发展了起来 那么究竟疫苗接种会不会出现伤害呢 这本书当中也厘清了相关的事实 19到20世纪之交的美国 对疫苗生产的工艺水平毫无监管 这样的操作无疑就意味着 确实有一些疫苗是不安全 当疫苗的生产规范化工业化之后 这样的错误几乎不会再发生 而1982年的纪录片里 对悲剧故事的报道过分简化 数据分析也不完整 这样的宣传无疑导致了大众的误解 由此也带来了对疫苗的恐慌 甚至反对 抵制 这样的结果就是让传染病死灰复燃 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疫苗发展史上 几乎每种新疫苗的应用 都遭受过质疑 甚至被彻底的敌视 但同时 作者也告诉我们 值得庆幸的是 躲在反疫苗运动背后的是无知 而无知 为了 治疯 很多人会有没有 你搢传这些人 如果有疫苗资亦 多别人是真的 很安心了 问我 总要有什么 你也不想跟随风 我没有想到 你怎么会 我没有 Gallag 我们知道 你可能 预论 我 不信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